这么着急 能不及吗 别忘了 今天是五周年纪念日 天谢 我们结婚吧 好 这么草率吗 你都不考虑一下 都考虑五年了 还草率吗 好 那我们结婚 结婚呢 还没准备好 滚 看 这是什么 定制的明天才能到 今天先错过这用一下 这还差不多 来 给被女皇带上 好 小光子 回家回宫 得嘞 您慢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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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死不能复生 听罢的话 这段时间我很低 会帮回来 姐 人事体饭食堂 你都不吃饿的话 好,吃点吧,要不共产生我带你去旅行 你们别说了,请让你跟着见起 今天晚上12点到12点半,一个男子之女性的雨池会之间正会 有人法称见识者集中意识,想要一个人 然后打开一下门就可以回到过去 只不过只能吃一十分钟,否则就会吃留再过去 到底在发什么时候 你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说我老公 不是,谢谢,我准备今晚给你表白的 怎么抢先啊 表白 师哥,现在是几几年几月几号啊 怎么会这么奇怪的问题 现在是二零一八年五月六号 今天晚上直播表的白,现在咱还能开始 没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 没事,我在激动了 时光,二三年的五月六号那天,千万不要去新外公园 记住了,二零二三年五月六号 邻居新外公园人 为什么呀 什么另一个问题 那你再说什么呀 你说了你就不行 站住别弄去 让你去 你再走 你再走了 我这天走了 我这天走了 走了 你去大院 还是三十秒 这样走了,时光,二三年五月六号那天,千万不要去新外公园记住呗 哎 哎 我不走你走 你不是说我今天陪我个生日的吗 对不对 教育都正在来 这才应该不会出什么东西 哇 你哪是教育症吧 领完症就是合法的妻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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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说我不敢相信 你的初恋女友都不知道死哪去了 还想 你要搞清楚 我才是你的微妻 对不对 仙仙 谁呀 我叫刘娜 你就是梦仙仙 那 啊 爸 那个渣男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了 我不想这个还有任何瓜董 那个想不到呢 你等等 把这就我来帮你收拾东西搬家 来 你是来长大的小姑娘吗 他今天半半早把我家做了 搬走吧 搬去找吧 那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查伯伯 琴琴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孟先生 我可告诉你我们要结婚了 你休想猜三人 琴琴 我也是被他逼的 我们俩的是加速联姻 没必要跟一个下的解释 琴琴你放心 我跟他没发生过任何关系 时光 你要是毁婚的话 我就让我爸追回那二十亿的债务 让他们十家倾家倒产 你不可以 看好呗 我该穿也是吧 陆琴琴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你忘记记你 看来这次是很时间 你能不能退了一点 晚了 新岛见 你 你是谁啊 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是来自二三女的孟千千 你刚刚在楼下 看到和时光进门的人 是我 神经病了 什么我就给你救我 你叫孟千佳 二十三岁 星海一学院副理学毕业 前段时间在星海市精神医院学习 集中医 被保送在星海市医院工作 你家里还有个地 叫 你别过来啊 你是谁啊 为什么对我这么了解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的杰作 你现在每次有一个伤 也都会在我身上体现 我去 你还真是未来的我 穿越回来是要告诉你 二三年的五月六号大雨天 是王会在星海公园 出车祸而死 那一天你千万不要 琴琴 琴琴 你今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琴琴 琴琴 什么时候跑来走上来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我 打你 打得我可从了 哦 打你 打你怎么了 我还不能打你了 是 能打我 但是你今天打得我太可乐 老爸的懵懵的 今天怎么奇奇怪怪 我今天亲起来了 所以有点好 新鲜 什么新鲜 就是姨妈妈 哦 知道了 大姨妈 在这个房间里 还不是那个姨妈 小姨妈 小姨妈 今天是为了给我过生日 特地来的吗 在哪呢 不住嘴 爸 这是误会 误会 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说 这小子骚扰你 这种人渣 看我今天怎么大呀是吧 我跟别的女人混在一起 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爸 其实那个女人就是我 是你 姐姐 你别为这种人渣开脱 你今天无论你如何 待会跟她分手 走 现在就帮我走 你快 爸我不回去 新鲜 我来等 哎 你告诉你啊 你再缠着我姐 我就把你从两岁上伸下去 哦 看到了这么甜蜜 我也就放心了 还有半分钟 我得赶紧走了 倩倩 你是谁啊 是你老公啊 妈 你是我老公 什么 你是我老公 对明天咱才去领证 现在叫老公跟着走啊 谁是你老婆 世光呢 世光 哎 把我这手吧 世光 放下 他这老婆我没用饭 你赶紧把样子把 好的吧 爸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我和时光的家吗 他是谁啊 还有 我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要吃药 姐 五年前爸爸你带走之后 你跟时光就再也没见过面 后来你精神恍惚 急声说 你得了疫症 什么乱七八糟的 时光人呢 时光他 他两年前 哦一面去国外 对去国外了 后来再也没回来过 你骗谁呢 这就是时光的家 方笑为了给你看病 突然把这套房子买了下来 他说你住在这里 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 这个女婿人真是不错 你千万不能辜负人家 对啊 她还是你的主治医生 人家不嫌弃你有病 对你每天整日整夜的照顾 你看多好为姐夫啊 还有时间 我必须再回去一趟 她这老毛病啊 又犯了 明天一早啊 就送你们去民政局 赶紧巴掌领 啊 好 晴晴 晴晴 爸 忘了我 她还是忘不了师父 还来得及啊 还来得及啊 晴晴 晴晴 我马上就下去回你了 你一定要等我 智光快开门啊 你是我啊 智光 快开门 听得见了 这最后一次急过来 快开门 别劝我了 我是不会开门的 什么东西这么臭 晴晴 晴晴 还有两分钟 晴晴 晴晴 没有自杀 晴晴晴 没有自杀 是我爸爸我求记了 我住在华丁手区 三号楼五零二 一定要来找我啊 晴晴 晴晴 别瞧我 我要上去陪千千 先把他们赶走 我再下来陪你 爸 这是哪儿 啊 这里是民政局 一会儿啊 你跟方晓 把账领一下 方晓 对你这么好 你不能对不起人家 晴晴 如果你还是不想和我结婚的话 我不勉强你 哎 不行 不能让他再找那个渣男了 爸 我爱智光 我这辈子只喜欢他一个人 晴晴 和你说实话吧 晴晴 他死了 你说什么 几年前 为了防止他来骚扰你 我就找过他 我骗他说 你自杀了 结果 他个整个人啊 情绪崩溃 后来 抢劫了一个叫 刘娜的女人 被判了三年 不可能 他不会干这种事 他前几天 刚被放出来 整个人呢 灰灰额额额 一个人 5月6号那天 他一个人呢 去了星海公园 说是和你有关约定 结果啊 就被车撞死了 时光 你这个傻瓜 蠢货 我让你别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 女儿啊 这人死不能复生 你就想看一点吧 本台最新消息 昨晚降临地球陨石 不知为何原来返回 持续半小时 大家抬头看看你 会看见 反正的白皱牛巾 半小时 我还有半小时 可以穿越 我去找时光 姐姐姐 谁能去吧 你怎么办 你小子怎么半天不开门啊 拉肚子有中秋嗎 哎哎姐 你不是跟保健身處領疾患症嗎 你跑過來幹嘛 鬆手 哎姐 你都不會有小區車裡面自殺吧 那個我好熱眼 我需要人幫我呼吸 閉嘴 我要死了 就死了我 就死了我 老天朋友 一定要吃我 一定要吃我 你幹嘛呢 其實 等一下 姐姐 原來你沒死了我還以為 先別管死死 你們這是幹嘛 救命啊 她 她要強暴我 真不要臉 明明是你瞧見的時光 還敢誣陷你 我讓滾 親親 你給我等著 姐姐 你這幾天跑哪兒去啊 你八天我說你自殺了 這些都不重要是吧 聽我說 23年5月6號那一天 你千萬不要去新萊布園 你會死的 是死 對 請你別去 對了 我住凡體小區3號的502 到時候你去找我 對了 我得了疫症 不過見到你就快好 記得來找我啊 時間不多了 你得走了 哎 不然 我不然走 什麼 實話告訴你吧 你不要害怕 你急著來自23年的夢前前 23年 23年 你姐和你解釋了 我真的回去了 記錄我將來的發 姐姐 門在那邊 那邊是廁所 我知道 我們第二所廁所來的 姐姐真的得了疫症嗎 你怎麼打開 啊 小時候 姐 你就憋著吧 讓你剛才揍我 一拳 時間已經過了 看就要留在這裏了 留在這裏不好了 我留在這兒 另外一個問青年怎麼辦 再說我也沒辦法解釋我的身份 姐姐 你真也就無謀 算了不和你廢話了 我先回到家 時光 你在這等我 回頭我們一起私奔 私奔 對 私奔 你是 啊 你好 我是孟親間的主治醫生 的助理 我先孟 叫我小孟就好 啊 是孟主理 請進 啊 孟親間住哪兒我 我需要給他做一下 先知道 就在上面那個 你可以直接進 好 喂 還記得我嗎 是你 你怎麼回來了 看來你沒病啊 我那是裝的 我現在幫你逃出去 你去找時光 有多遠跑多遠 千萬別過來記住沒 好 那你呢 我 一時半會兒要逃不去 這樣 你先換我的衣服逃出去 後面的是我姐姐 那你在換他還在換他了呀 爸 我換衣服呢 喂 孟主理 你這是要去哪兒呢 哦 我還有事啊 先走了 哎 怎麼出來了 病還沒好呢 別亂出門 錢錢 爸 爸 啊 今天你在這兒 爸 廁所堵了 你去看一下 哦 文醫生好 啊 我去通一下廁所 你去趕緊招待一下啊 啊 嚇死我了 差點沒被發現 嘿嘿 把頭也沒堵啊 你站在外面看 你去哪兒呢 哦 爸 我和馮醫生落坑呢 等會兒進去 要老進來了 外面那麼熱 爸 後面有老鼠 老鼠 那哪有什麼老鼠 你和馮醫生到的在外面站 哦 沒啥 那個馮醫生和我們處理聊工作呢 哎 要回去進來聊這外面多熱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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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太傷口味 千千 千千 媽媽 哎 怎麼會有兩個孟先生呢 哦 這樣 我叫孟千千 她叫孟先生 是我的雙胞胎妹妹 孟千千 孟先生 你們兩個雙胞胎啊 妹妹 你不是要給你男朋友四分去嗎 怎麼還不去啊 啊對對對 孟醫生啊 千萬對我保密啊 別讓我爸知道 哦哦好 哎 孟醫生你爸沒事吧 啊 你是孟千千 我是千千啊 爸你醒了 千千 剛剛 我好像看到兩個姐姐 爸 你剛心臟病犯了 以前老這樣 吃點藥就好了 可 可是我明明看到兩個 心臟病會引發幻覺 對吧 馮醫生 啊 對 啊 原來是幻覺 哎 伯父 我去給您倒杯水吧 啊 好好 這 啊 我又出現幻覺了 我又出現幻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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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幻覺了 啊 啊 啊 馬上還好 她給我爸 學姐 我去醫院 你快去教對我 啊 到底是人事鬼 刘娜警告你 真好离世光远一点 原来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鬼你真是鬼 你怎么冲我出来了 冯医生这边有个病人快来 冯医生这边有个病人快来 好弟弟放我我马上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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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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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哪一年啊 睡觉睡晨了 前大人聊聊三年 看来我死过就会穿越回来 太好 师傅 师傅 在结婚了吗 看你真是傻了 我们去年又已经结婚了 还带着你爸妈 在威尼斯拜托你 太好了 一切都会不正常了 这了 那个刘娜 还算了你吗 刘娜跟冯医生在一起了 她也还在一起了 我知道 刘娜之前 发了疯一样 说什么陈天见到了鬼 冯医生正好是咱们组织医生 把我领导的刺 收起她发 就把她的那个了 说起来这个傅医生 总是平坑的 江刀鬼 是我爸冯小严 什么意思啊 没事 现在我见面的气氛 我们去爬山吧 腿呢 时光我腿呢 我腿呢 时光我腿呢 没事 以后我就是你的 你想爬山我对了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记得事情不要说 你快说吧 可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 别的腿被刘娜给撞断了 老板 太难留下了 就这样你要帮我帮我 别走刘娜 老板 姐姐 不开心的事情 早就不要去想 老板 不行 你现在还在不去 比较光 放我去测试 姐你醒了 这是谁的孩子 姐姐这是我的孩子 姐你醒了 这是谁的孩子 姐姐这是我的孩子 那孩子 你没生孩子了 师傅 不 我姐这是怎么了 要睡觉睡什么 哦 姐姐 这是我为养的孩子 这里面才发老送了 营养 难道你不行 姐不是姐夫不行 是你不行 姐姐 我现在 自尊的人事要过 你后 也是一个功能 对你 你别受了一切 那我更能回去啊 说 我去厕所门口 你们做好心情准备 等会我要是在厕所消失 你们别怕 或者说在厕所里面 看到另一个女 对 对 不怕 对 你那个孩子你都送出去吧 还能生的 相信我 没人 没人也正常 但没应该是场所 师公 别送了 我自己下去 等会我不见了 别害怕 我回来了 好 姐夫 我姐不会是车祸留下回忆症吧 当时车祸也没睡到呢 那就奇怪了 会 难道 难道 姐夫 我姐是不是对那女孩跟那女孩 你是想不开 想要 自杀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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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们干嘛的 姐 千万别想不开啊 我姐 说她刚才会消失 姐夫 你怎么看 我也不知道 但是她跟我说过 她们 你说你姐会不是外星 我也觉得 你看这马桶像不像是 闯洞了 我姐会不会上这个洞里面 回头 让她的星球 我姐会不会上这个洞里面 我 你怎么还不去医院 我车钥匙丢了 不过我刚给红桥打电话了 刚会就过来 好吧 对了 好像有哪件事不对 怎么不对 我记得 时光好像马上就醒过来 什么意思 你说她自己会醒过来 对 我刚才又穿越了一回 怎么回去了 先不说了 我得马上走 不能让她看到两目千千 不然不得吓死她 你这个方法不对 那你来 我 你不介意 废话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啥好介意的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 时光 你听我说 其实我是来自为 千千 冯医生 你们说的病人 就是她吧 对 她是我男朋友 叫时光 不是 你们先告诉我 谁是千千 我 你们还不知道 她俩的身份吧 这个是孟仙仙的 双胞胎妹妹 叫孟仙仙 对 孟仙仙 不是她妹妹 原来想跟我在一起的是你 你想和我私奔 我妹妹妹 我妹妹妹 我妹妹和你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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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西海公园吧 那你的头 没事 小问题 风仙仙仙仙仙仙啊 要不一起去吧 我当个电灯胖 不好吧 小姨子 你也一起去吧 小姨 啊 好 你搞什么 你怎么叫她小姨子 姐姐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她对我 也非分之想 我得断了让她念想才行 福音圣人来 讨厌 俗俗俗俗 断了你妹妹对我的念想 我自己来 喂你吧 喂的比较香 我故意把他们俩支开 你别破坏我的计划 我 我真是被你气死了 仙仙 你是不是喜欢你姐夫 不然你怎么让她去私奔啊 才没有 我只是觉得好玩 闲得好 哦 好吧 浅浅 你干嘛去啊 你等等我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去 冯医生他们俩进阵也太快了吧 别动 哎 我上去了 哎 姐姐 你别打扰她 让他们两个好好相处 谢谢你啊 冯医生 没事 举手之劳 倩倩 你为什么要阻止他们两个呀 时光 我跟你说 其实我是来自未来的 我有事想跟您单独谈谈 正好 我也有事跟你谈 你怎么可以和冯小干那种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先听我说 你来这边到底要干嘛 和自己死去的男友重温旧情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 你教人说我都会处理好 你可以走了 行 那你保证 我走了 喂 你要干嘛 上次我死后就穿回去了 自杀是最快的回去方法 你是不是活啊 你要死也不能在这里死啊 你说得对 地学太痛苦了 要不我换个 哎 喂 哇 姐姐 时光啊 救援队找了两天都没 现在她可能已经 孟千千 你解掉狐狸之前 你跟她说了什么 我不相信这场意外 时光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她就是意外掉狐狸的 你们肯定今天吵架了是不是 吵完架之后她就出事了 对 我们是有吵架 不过不是 我不想再看到你 关 哎 倩倩 你醒了 黄小 我怎么在这 哦 我前两天刚从美国回来 今天特意来看过你 刚才看你在沙发上睡觉啊 我就没超醒你 看来我又穿回来了 黄小 现在是二三年吗 啊 对啊 怎么了 我怎么在我爸家 时光人呢 你还不知道吗 时光在你姐死后啊 那在家整天叫一个魂幕守舍 足不出户的 不行 我得去找他 啊 时光难能穿越了 你信不信我死给你看 你俩伐我告诉你 你要死你赶紧去死 最好出门被车撞死 你回到了 好 我现在出门就被车撞死 不是 时光 这是吓得多连 晴晴 真的是你吗 难道我这得穿越到二零三年了 对 之前你以为的二三年 昨晚新鲜75 刚那个是七八年 也就是说没有穿梁腿这件事 我上次自杀 其实穿衣服二三年了 我没死 自杀 我 我有关系 如果我死去的是过去的自己会怎么样 比如 二零一八年的 孟琴天她自杀了 过去的自己死了 但未来的应该已经消失吧 那 刚才 二零一八年的孟琴天 说才要去自杀 她不会这么自杀了吧 对吧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居然叫我去死 我凭什么去死 这有病 晴晴 喂别冲动啊 早就保佑 你可算回来了 晴晴 气死你 居然叫我去死 我凭什么去死 晴晴 晴晴 喂别冲动啊 你可算回来了 晴晴 时光 快回二三年穿越来救我 晴晴 晴晴 那 晴晴 是不是你小子 把我们家娜娜给逼疯了 你可不是 喂 晴晴 我告诉你 不管我们家娜娜现在什么呀 你得娶她为妻 是 晴晴 你听我说 如果你不娶我们家娜娜 你们那十家二十个亿的筹资 我立马撤回 你闭嘴 哥哥 别闻 没变懒 晴晴 臭家子 你敢惹我女儿 喂 奶奶 你跟我打不着 我不能就这么走啊 我一走 二零一八年的时光 岂不是成了杀人凶手 那我穿回去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 喂 是我 我是二零二三年的时光 你有病吗 你想不想救晴晴 想的话就听我的 什么意思 你别管 你现在只能相信我 要不然千天永远回不来了 赶紧说 我从二零二三年 穿越过了 就是为了救晴晴 但是我失败了 还是手杀了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躲到二零二三年 到时候会出现一颗陨石 你按照新闻上的说法 就能穿越回来救晴晴 救他 哎 现在是不是二零二三年五月份 对是的 那最近有没有一个陨石 要飞上地球啊 陨石 啊哦对 新闻说今晚十二点就会到 还说到时候可以穿越 穿越 穿越 哎哎 你们干什么 我是这俩精神病院的 精神病医院 我又不是精神病 我去什么精神病医院 你要没精神病啊 你早就去坐牢了 别废话了 一天天就知道瞎跑 快跟我们回去 你二零一八年的 前面承受精神病 没关系 我还可以穿越未来 改变这一切 要开始不会认识你的 快 赶来一下 啊 二十二点了 走啊 小姐真是你了 三号闯到赵德柱 该打针了 赵德柱 我是时光了 清清 啊对 哎谁谁 快躺下 打针了 我从2023年过来 就是为了救你 你知道吗 我等了你五年 你知道我这五年 是怎么过的吗 哎你干嘛 你再这样对你不客气 清清 我真的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你叫我 哦 哦 没想到你还是精神病 还是个色魔呀 清清 我真的是时光啊 你在2018年的时候被车撞死了 我就是过来穿越过来 救你的 大哥 现在2016年 2016年 难道说我穿过头了 快站起来 打针了 啊 啊 住 衣服 啊 畅得住啊 你怎么在这 我们认识吗 你居然跟送我 我告诉你啊 虽然我老实点 小姐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啊 啊 什么情况 你这个女人疯了吗你 清清 你滚完还住这里 放开我 放开我 按住 按住 放开我 哎呀 我杀了你 大叔 喂 喂 喂小软 赶紧派人把赵德鲁抓回去 没有啊 赵德鲁还在医院 我现在准备给他打针呢 你搞错了吧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正准备打针呢 喂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在这 我告诉你啊 现在赶紧回去 什么意思 我就住这就不是吧 我先不回去 我先陪你带来一块 来 来 我先陪你 现在你还不认识我 我们之前 我你家漏水 我过来帮你修 然后我们一会上 二会前 我们就熟了 漏水 你家怎么漏水 哎呀 你家厕所之前漏水 漏到我家了 然后 我们就漏了一地 哎 对对 就就像这样子 你不咬嘴啊你啊 赵德鲁 哎天天 你行不行啊赵德鲁 放心交给我给 在哪 终于修好了 啊 谁啊 原来是你啊 你住我楼上啊 你谁呀 我叫时光 你家漏水了不知道吗 看吗 楼下那个是吧 你等着 我等会打电话 把你抓紧进入病院 你再跟我说话吗 像你这种色魔 回头 让院长给你安排个担间 饿你个三天三夜的 神经病这女儿真的疯了 赶紧搬家 神经病这女儿真的疯了 你相信我 真不是神经病啊 你出去 我 哎哎 怎么看啊 不许出去啊 快走 出去啊 好我出去 我没感觉到有没有联系 那怎么搞错了 好了下不去睡觉 哎 喂小软 院里跑上一个病人叫时光 救助我楼下 你们快点派人把他抓起来 没抓住是吧 没错啊 刚才小孟电话里说的名字和地址都怼着唱啊 哎哎哎哎哎 我回家 哎哎哎哎老师弟 快把我给你治病了 给跑家送你回来 朋友 叫时光 你马上叫如果没有 不是啊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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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呀 今时光还有一个事 时光 时光 在 老师 自己一个人在多忙什么呢 把梨子过来了 哎 这不是你让我过来 是不是搬家的事吗 搬家 多好啊搬什么家呀 喂 哪位啊 你好 这里是新闻精神病院 这是说的家是什么 你儿子刚刚有情从医院 如果要你现在要提出 您快过来看 精神病院 我儿子 你儿子精神病的 全家都精神病 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你确定不是 是 慢慢来一下 我去实习 行吧 我以后就打个电话 给大家拍照 好 新来实习的 来 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新来的病人 没有驾驶的人 不正名字 代号 六七 男生都没法动 今天的工作就是来未饭 好 来 他喜欢蒙着头睡呢 哎呀 眼睛受伤了 暂时闭不上眼 只能闷个杯子睡 哦 这家伙剩色魔 昨天抱着千千一顿情 恶心死了 卧槽 那还得了 那好了我非收拾你 行那我先走了啊 啊 我就去 那 这个人怎么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这个人怎么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这也够惨 说话都背 我该 太淡了 你 加点票 你住手,你干嘛啦 你怎么在这 实习 实习 什么情况 我昨天让小软把你抓进来 你今天就在这实习 搞什么鬼 二十 一个新来的病 还是个色陀 对你动动动脚的也忘了 对我动动动脚的是你 不哭不哭啊 这些东西都很好吃 对他那么好 对我态度就这么恶劣 拿别人手机干嘛 看着那么野愁啊 手机壳好像是我以前用的 哎不对啊 这就是我的以前用的手机架 喂,儿子 你乱接别人电话干嘛 跟你挂了 你怎么会有我妈的电话 啊 啊 喂 儿子啊 听得见吗 音乐信号不好吗 喂 妈 不是,你怎么有我们病人的电话号码 而且他还给你背不懂啊 什么情况啊 你脑子坏了吧 这是你的电话 什么病人的电话啊 我的电话 你说你一天到晚丢三拉四的 整天手机随便丢 连自己的手机都分不清楚啊 哎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对了 第一天实习怎么样啊 有没有病人欺负你啊 啊 没欺负病人 挺好的 行了 不说了啊 先忙了 挂了啊 好啊 你 你不仅是个色魔 你还趁着我给你喂饭的时候 偷我手机 嗯 不乖 别人的东西 咱不拿啊 回头姐姐给你买个新的 吃光 你先带他出去一下 我换一下制服 别 谁呀 不老是待着我上个搜索去了 你才问你干嘛 赶紧进去 这个你 我 你行带他 你石光 你敢死变态 我没有没有 我 滚出去 没有 在 妈呀 但是 你 我 你小子怎么这么变态啊 偷看我们家千千换衣服 对不对 幸运把他演那个丑相 让你以后再看千千 你 扫死你 变态赶紧摸鬼啊 不想看到你 千千是他偷看的不是我呀 你胡说什么 动能动不了 他怎么看的呀 有点是他装的呢 不用气了 我带你去发言散歇 不理他 不用去那边 哈哈 大龙 啊 啊 啊啊 啊 怎么打 啊 师哥 是不是傻呀 刚才不要命了 干嘛替我挡刀 没关系 发生我也不是不真实 啊 姐姐 跟你说件事件 你一定要相信我 好你说 其实是穿越过来 我来自2023年 在未来的时刻 我又是一对情人 只不过你 因为一般缺失 所以我是过来 特意证明的 穿越 直到你不敢相信 只要我找到了 这个时刻里的另一个时刻 你就一定能相信我说的话 另一个时刻 你是说 这个时刻还有另一个时刻 难道这家伙真是未来的我 难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连声音都一样 时光 医生 我看看 完了 时光是爱血型 传说说有熊猫血 现在如果不及时 给他供血的话 恐怕他很难挺过去 五六七 你的意思是 你是熊猫血 浅浅 你还记得吗 你们当时也能救我 一起给我做人口呼吸 我跟杀杀的一个人 你们不是双巴腿 你原谅我好吗 嗯 不愿意 晴晴 晴晴 我回到2023年了 睡傻了吧 你都睡五天了 什么2023 是五六七书写救了你 五六七 你是熊猫血 这里只有他和你的血匹配 那他人还快好了 时光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就这几年 经常有一个和我 长得很像的来找我 说是未来的梦千千 我当时还不相信 但是有一次 她在我面前突然消失 还怕我吓傻了 我回家跟我爸说 我爸还说我精神分裂 原来 千千已经穿越回来 好几次了 何止很多次啊 光去年就一百多次 不过每一次来 就几分钟就走了 但是这半年 她再没出现过了 那是因为她出现了意外 她每一次来 就巴拉巴拉说很多话 我嫌她烦 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所以千千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了 我一直在听你说默话 你都在讲 你们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都听哭了 能不信吗 千千 那我们过几天结婚吧 嗯 太好了 五六七 谢谢你救了我 你看他还捧着花来看你 是啊 人还挺好的 对不起啊兄弟 我给你道个歉 五六七 我听医生说 你的绷带可以拆了 等会儿 手上给你拆一下 对了 我们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可以邀请五六七 跟我们做伴了 可以啊 我看他精神状态也挺好的 没啥问题 我也纳闷了 谁把他送进来的 肯定搞错了 五六七 你可以讲话了 你怎么不说话 哎呀 他有可能内向 没事兄弟 我给你拆绷带 让我看看这个救命人 到底想啥呀 慢点 为什么会这样 你特意穿越回来 难道就是为了 和我抢女人吗 哎等等 时光 你看到他眼睛和鼻子 跟你有点像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看看 哎 还真的有点像啊 兄弟 你不会是我的哪个亲戚 私人子吧 哈哈 废话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能不像吗 继续帅 看一下鼻子 出不准 比你帅 怎么可能啊 这世界上还有人比我还帅 哎 兄弟兄弟兄弟 怎么什么情况 他好像生气了 可能是他鼻子摔破了 怕没看到了 不是吧 这哥们还这么在意邪恙了 哈哈 哈哈哈 不打了 兄弟 原来你在这里 终于找到你了 好 人人是你 放心吧 我也想死 那你为什么刚才千千房间里面不说出你的身份 我们 那么亲热 我 很尴尬 哎 这货彻底完了 我还以为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我呢 没事 到时候我找人给你把身份重新弄一下 继续跟他在一起 疯了你 这个时空的千千是属于你的 你应该和他在一起 你不用管我 我有办法回头回来 原来 你还有办法回头回来 这个笔记本还挺查的 这里面记录着我和千千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上面还记录着你回去穿越的方法 时光找你半天了 大事不好了 天天被上次的神经病拐跑了 骗人都怕跑哪去了 什么 好 骗人 骗人都得死 大哥怎么没冲我 你们还好好说啊啊 不要 啊 骗人 天啊 你怎么玩 怎么玩吃蜡烛哈可好玩了 好 去蜡烛呀 炊蜡烛好玩这个好玩 来 追灭哈 我去还有这个 当然了 这个呀 合着我的秘密集体 里面啊 什么都有 你可要替我保密哦 好我保密 天会儿快追 不复理你啊他 天天 你在里面吗 谁过来不在里面 天天 天天 你别听到 又来一个人陪我玩太好了 你把这东西放下 我种米苍好不好 换个游戏可以 这种米苍太幼稚了 我就喜欢看谁的游戏 我 这下你跑不掉了吧 等等我有话说 我不想听你快点吧 哎哎哎 这样 哎哎 这样 做啥 自我你上次就吃 我都把这塑料的 不好玩 还是活马好玩 住手 哎 怎么就来一个 他长得一模一样的 你 你是不是另外一个时光 16年那个 谢谢 我才是2016年的时光 没错 他才是2016年 积极杀杀杀的操死了 我管你们是谁 我们来玩个游戏 点叮点叫 点到谁 谁就去死 点叮点叫 骑马打仗 点叮点叫 骑马打仗 哎 点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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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运气不好 点到你了 你得死了 不行 要死我去死 要死我死 不 他点到的是我 你们忘了 我死了就忘了 我 吵死了 玩游戏 得遵守游戏的规则 哎 你现在把你自己的三点枪 多数了一个 哎 哎 对哦 我就是点错了 我再点一次 点叮点将 骑马打仗 点叮点将 骑马打仗 哎 又是你 这下没法说了吧 你得死 吵什么吵 你们瞎死一起死好了 吵什么吵 这比较麻烦修了 二死不了吗 哎 我 我怎么在病房上啊 我不是在医院实习吗 哎小软 我怎么在这里怎么回事啊 哎 护士小姐 我得了什么病啊 看来医生啊 说的没错 力量大到受了巨大冲击 完全失忆了 你们互相 真的都忘记对方了吗 我没认识 我没认识 哎呀 你俩前段时间都打算结婚了 浅浅 时光 你们真的忘光了 结婚 不可能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十一啊 算是幸运的了 绑架你们的精神病人啊 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他一个就更差 炸的连尸体都找不到 爆炸呀 你俩 想想婚礼的事 谁又给他结婚 谁爱你自己 被破名其妙 哎 结婚 哪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啊 就他这个脾气我才不稀罕 看来你俩没缘分 那这是你从你身上发现的 给你 哎呦 哎呦 这医院这么大 连根纸都没有 我是时光 我又回来了 赶紧把门打开 兄弟 你别开玩笑了 我才是时光 谢谢你的卫生纸啊 你还有没有啊 天天是你未来的老婆 快点去追她 不然她就成为冯晓的老婆 兄弟 是不是那个女人把你来啦 你告诉她 我对她没兴趣 别敲了 好啊 果然是你啊 好啊 果然是你啊 我 你有病吗 我递着玩意干嘛 千千下午不要去花园 否则会被蛇咬 不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再看夏依 你隔壁床位的是你未来男朋友 你要好好对她 我都服了 是我都追到女厕所来了 是你追我好了 什么我追你啊 你少臭没了 我告诉你 也有少骚扰我 你想多了 我对你没兴趣啊 那那个毒水什么意思啊 你想玩的漏洞剧 还想害我呀 我哪知道了 我告诉你 也有少人我 不然有你好看 嗯 嗯 嗯 我还是还有一点东西啊 也迟了 这手机有点不真 还会动 我已经找死了 你干嘛呢你 没干嘛 欢迎整理一辈子 不需要 我对你没兴趣 别在我身上白费力气 行 妈呀 这个女人想干嘛呀 太变态了吧 居然把手伸进我的裤子里了 我可是处男呢 喂 疯女 你别乱来啊 真想知道我厉害了吧 谁让你先整我 大姐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该 疯女人 你赶紧住手啊 我怕我等一下受不了了 怕什么 等我没电了就没事了 啥玩意没电了 我现在都快垫麻了 这玩意还没放电啊 哪里摆的 还好玩的 疯女人 你赶紧住手啊 你赶紧把手拿开 我现在麻了都动不了了 什么玩意儿 我的手 你有病吧 我以为你把手伸进我被子里了 滚啊 想什么呢 那我被子里面是什么 你说呢 我尿 我 我 你放条蛇在我被子里干嘛 你有病啊 自己买的玩具蛇装什么装 我没买过玩具蛇呀 这好像是真的 真的 哎哎 你没事吧 哎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有点晕 啊醒醒啊 你醒了 哎 不 我没死啊 那个蛇其实就一点毒 刚在花园被我踩了一跤 蛇毒就差一点了 吓死我了 你傻不傻 刚干嘛救我 我也不知道 时光 好久不见 熊啊 我听伯母说你在这儿出现 我一下飞机我就赶过来看你了 这医院怎么回事 要不跟你弄一个单人间 还和一个精神病住在一起 喂 你说谁神经病 这是精神病院 你不是神经病 是什么东西啊 我 时光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来 我为你吃个香蕉 你身体不好 我自己来 我先 哎 你身体不行 我来喂你 嗯 哎呦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是垃圾桶 哎 哎 你俩别打了 疯女人放手 见货你先放 我放你也放 好 时光 我听伯母说 你和这个疯女人你分手吧 我这次回来 又是和你订婚的 订婚 订什么话 时光 你们十家可是欠我们留家两个亿 你要是敢毁婚 让你们十家破产 你要娶了这女人啊 倒了八辈子没 我才不娶她 你要不给她结婚 你家就破产了 破产就破产 破产我也不娶 心可真大 可惜了 天下没有两粒的馅饼掉下来帮你 哎 还有可能是那个女的 别开门 时光 你快过来看 说的是今天的彩票号码 今天彩票的中奖号码 不会吧 我刚才在说天上不会掉两个印的线饼 这不就有了 这你也信啊 你忘记这是哪了 精神病院啊 对啊 说不定是哪个精神病在外面偷听到我们说话搞得恶作剧 你这种说都提醒我了 上次我们上厕所 不会就是那个精神病导的鬼吧 那条蛇我估计都是 谁啊 是不是有病 让我求到他 大谢吧 你这样开家门 妈 这今天下午茶 谢谢 哎 这是 今天彩票开 别信 一个精神病乱写的 哎 这种东西很玄玄 没准了 结果就开它 我一会儿去买一家 好 怎么办 啊时光 嗯 彩票开脚了 已经开六个数了 我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 不会那么全吧 我的妈呀 我这么厉害我说 不会吧 这么离谱 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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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啊 还真重啊 仙仙 你说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神仙 上次那个他如果不是神仙的话 为什么会叮嘱我们买五十位呢 其实也说不定 听说精神病院是个藏着卧骨的地方 说不准啊 你说那个神仙还会不会来找我们 上次我们违背了他的旨意 他可能生气还不理我们了 那可不一定 说不定 神仙还会来找我们 给我们敲门地址条 那到时候我开门还是不开门啊 我觉得神仙应该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 大事上才用毒舌来跟我们考验呢 那绝对是考验 哦 哎 我说的吧 又回来找我们了 我 今天晚天 还有礼物要送你 要送我礼物 奇怪 为什么只送你不送我呀 那我去还是不去 去啊 肯定去啊 这万一要送你个几百克拉的大钻戒 还发财秘籍怎么办 行 那我去一趟 去去去 神仙是你吗 神仙你猜的可真准 彩票全被你猜中了 你怎么不说话 你这次叫我来是不是有礼物送我 我猜一下哈 是不是个大钻戒 你咋找我送给你大钻戒 被时光猜对了真是个大钻戒 晴晴 我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能不能嫁给我 晴晴你你跑什么呀 你跑什么呀 晴晴 气死我了 哪有什么神仙 还差得本小姐差点身身 不会吧 那那个彩票的事情怎么说 那可能就是他随便写的 运气好而已 这事实上巧合的事多了去了 不会又是那个神经病吧 不能吧 我都把他敲晕了送回病房了 而且护士把门都给锁上了 出不来 那是小阮 小阮他出了两个亿呀 脑子都不正常了 留医生再给他做心理辅导 那还能是谁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等会你开门 有危险我拿瓶子砸晕它 好 走 爹 哎 妈 妈 妈 奶 组分 三 二 一 奶 哎媽哎媽 啊伯母 我剛才曉得我了 伯母對不起我不是故意 嗯就是孟芊芊 時光之前說是要喝你結婚 這事啊我不同意 伯母結婚這事我也不太同意 哎那正好 哎我們家死光啊那可是要喝 劉思集團的千金結婚啊 媽我不同意 這劉娜有什麼不好的 要身材有身材 要身份有身份 要要錢有錢要啥有啥就是沒教育 我讓你說話了嗎你擦什麼嘴啊 媽我還是決定 要跟千千在一起我娶千千 幫我更忙我救你給你 你幫我退婚就當煩我認情了 嗯 千千你願意嫁給我吧 行吧勉強答應你 你倆啊這是我兒婆家家啊 兒子啊 你難道想看著我們死家破產不成啊 媽你給我一個月 我能算五個億 我看你也神經病啊 行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你啊就好好的養病吧 啊 吳豐啊 吳博藝吹什麼牛 冰之計 今天 說上次那個筆記本是神仙給你 對啊 怎麼了 這會不會是發財密集 啊 天啊 這幾十個彩票號碼 這不得中幾十億啊 這不得中幾十億啊 媽呀 有了這些 別說你答應你媽的那五個億啊 就算幾十個億也不成問題啊 到時候 咱倆就財務自由了 今晚必須要喝酒慶祝一下 精神拼運院哪來的酒啊 你放心 院長出房那有酒 我去哪 好 今天小說一杯 行 錢喝一下 十五二十十五 十五二十十 說喝酒 喝酒喝酒喝 喝不喝我們誰給你喝 啊 啊 再來 十五二十十 哎 喝 喝 嗯 嗯 啊再來 你 那 喝不行了 我喝不喝了 我喝不喝了 我也不能喝了出口音 哎 我要睡覺了 起來這是我的床 我 我的 這是我的床 沒關係 一起睡吧 行嗎 一起睡吧 別鬧了再睡一會 嗯 嗯 大早上那麼難睡覺啊 啊 啊 這 這就是你們醫院的作法啊 再晚來幾天女兒肚子都要被搞大了 伯父 我們也不知道他倆怎麼會這樣啊 姐 這個是姐夫吧 傅姻大可鬼啊 閉嘴 哎 你你不要放心我什麼都沒做 你 這就是不負責任 你還是不是個男人 我怎麼就不負責任了 我就 老家 我取仙剑 哎 爸 你看 這伯母放了這麼大個專家 一定是姐夫送給姐姐的吧 這不小孩子玩具吧 臭小子 我告訴你 你要真想取仙剑 你就給他買個真的大專家 爸 你別胡說了行不行啊 不行 這麼多人看著 這女兒對你名聲多不好 哎 姐夫 我聽說你是時代集團的繼承人 不過時代集團聽說最近負債了 你要是跟我姐結婚 我也年累我姐吧 沒事的 別姐快解除了 哎 哎 哎哎哎 行了 這樣 我先回去給你倆籌罷婚禮的事 你倆先好好养兵啊 走吧 喂啊 你腦裡有坑啊 誰要跟你結婚 緩兵之計嘛 對了 那不是發財秘籍呢 哎 不是 老闆 你怎麼說 媽媽 你怎麼說 快去買她 拜拜 走 哎 你怎麼說 老闆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老闆 你怎麼說 老闆 快去買她 拜拜 走 啊 你俩听说了吗 副总我们公司后勤的两个医生 今天一早被抓了 出什么事了 说起来这个事真邪门 他俩亲信 也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本彩票号码 然后就按照上面的号码去买 结果你们才怎么着 原来是他们俩拿的 你们知道啥事情 不知道不知道 那他们岂不是中了几十个亿 啥玩意中了几十个亿 一毛钱没中 还挪用了五百万公款去买的组裁 结果一毛钱没中 难道神经不灵了 有可能是没有写开奖日期 对哦 上面只有开奖方法 没有开奖日期 怪不得不买错 你俩在聊啥呢 没聊啥 我们在聊晚上吃什么 对了 上头领导定在调查此事 说这件事很蹊跷 肯定是有同导 技术部门正在查 知识笔记本的来源 到时候查到了 一起抓起来送进去 送送送哪去 送监狱去 哎你俩是不知道啥线索 我不知道不知道 那行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哈 完了 那个本子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你 那还不赶紧收回东西跑路啊 跑哪去啊 能去哪去哪啊 以后咱们只能住一个房间了 毕竟心肺有限 我睡地上 我睡床上 行吧 世光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跑 那本子本来就不是我们的 那你不能跟人说 是神仙给你的吧 哎 也是解释不清了 正好就当度假了 躲避我爸和你妈的闭魂 嗯 我就洗个澡啊 啊 女婿有限 喂啊 不许多干 没兴趣 我谁啊你 那个这里不是502吧 你有病啊 这是602 你怎么进来的 不好意思啊 我我楼下502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我走错了 我们把门关上 我我赶紧去 浅熊 inquirit Syl后你变态啊 你进来干嘛 哎 我 seems tu 有险子 你带路 你想我说 我其实来自未来的时光 快出去 心底 没关系 我叫外面的时光开门 时光 开门 时光 今天出去了门打不开啊 没关系 我叫外面的时光开门 时光开门 时光 完了传言计划又失败了 你出不出去出去我保抵了 好我出去 再试点 你不要人心了 说什么了解 我没有 快出去嘀咕什么呢 说这个 哎哎等我 喂千千你怎么跑出来 跑出来揍你啊 你知道你到哪了吗 2025年 神经病啊什么2025年 现在是2016年 咱今日病人住久了 老四出问题了吧 自己看是不是2025年 千千你穿越了 千千你穿越了 手机有问题 自己看你自己手机 你是不是动我手机了 啊那个啊 之前还是一片空地 现在看的都是高楼了 怎么回事 我记得这边是一片空地啊 是不是在做梦 这样好了 啊 不是 你打我干嘛呀 谁家是不是在做梦 那你打你自己啊 打我干嘛 没事 打中说的还不通 那是怎么回事 啊 先过来吧 我带来给你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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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这么去啊 还不出来 嗯 爸 就从这里消失了 先生 不要在武力渠道了 监控我们已经给你查遍了 慕律师根本没出过这个房间 不可能 跑段段人怎么会不见呢 是正经 你真是这一台 给你发现了一件事 那他正经要走 压根路 现在是能不能死 原来我们之前是这么多故事 现在下去穿越了吧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个时空 是不是还有 还有一个孟千千 对 而且这个孟千千 马上就要被冯晓求婚了 求婚 冯晓 冯晓是谁啊 一个医生 我听朋友说他当鬼 他们一家子正在 孟千千家里 结婚的事 那你怎么不来着呀 在这个时候 我跟 清清没有感情呢 世光 你爱我吗 哎 好 那我帮你 全部能让我们之前 富生的能力白费 好 你进来干嘛 我在控制这个时空 我们前年的意志 冯晓 我不爱你 冯晓 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 不滚 你们家芊芊 看起来还可以 气质什么的还行 伯母过奖了 我们家芊芊啊 这几年 比前几年啊 变化太大了 这啊 都是受冯晓的影响 就连性格啊 都变得弯弯而哑了 爸 你夸我还是随我啊 你爸呀 是夸我们家冯晓 好 其实啊 要不是冯晓喜欢你 我对钱是不同意 你们在一起的 毕竟你文凭不高 我们家冯晓 可是医学博士 你们差距太大了 更何况 你之前还出过一段恋爱 妈 你别说了 干嘛不说 本来就是他们 攀咱们家高吃嘛 这点事必须说清楚 芊芊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我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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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芊芊你你这是怎么了 爸你老糊涂了吧 老袋被门急了 凭什么控制我婚姻 一天到晚管什么闲事 这轻点 这是怎么回事 啊啊 这这这亲家 从写不就写光表演 这实在给你表演小品 哦 我还以为他疯了呢 滚 给我滚了 你们欺人太甚了 不想和我们家冯晓结婚 就早说妈 干嘛演这出柜上山的戏码 妈 见前面准是病了吗 你 那更不能要了 走 这婚咱不结了 妈 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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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芊芊 爸 发生什么事了 芊芊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点累 那你看到 他们现在在干嘛了吗 你当我有特意功能啊 我只是给我的大脑 怪兽某种意识 从而改变 2025节目千年的思想 好吧 但愿他们没有成功 你说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对他们俩太过分了 我们俩经历那么多事 如果还不能在一起 逗我没公平吗 跟着 芊 喂 芊芊 我们有 很多你没联系了吧 对 大概就 没想到你电话还能打电话 师傅 我想和你见一面 好啊 去哪里呢 就约在我们当年一起住 好 我在这里等你 他又来这儿 半小时后到 那我躲到厕所里 最好没什么事的话 不要让他看到你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进来说吧 我记得当年 我们是一起离开这三天 可是我最近脑子一片混乱 好像被灌输了什么意识 我记得我从厕所创业到未来 还坐在这里跟你聊天 更奇怪的是 我今天当着所有人面 说我喜欢你 所以你这次来 是想问问你 之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 我在想 是不是曾经 我们在那个精神病院 遇到那个神仙 是他搞的鬼 倩倩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 算了 也不计较了 我今天把事情 搞得一团糟 好在冯小明又怪我 你很爱他 也谈不上爱 就是感觉他人不错 那我呢 世光 我承认曾经对你有好感 可是从那以后 我们就分开了 再没有见过面 所以我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世光 我爱你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倩倩 算了吧 我不喜欢 成人知味 世光 刚才发生什么了 没事 太累了 出现了幻觉 好 那我先走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 倩倩 我觉得这样做不好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 孟坚坚真正的爱少 那我现在只能回去 和过去的时光在一起 下一次穿越 得十年以后 十年 怎么会这样 你带我回来 要我十年之后才能回去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突然跟着我就跑出来了 好啊 儿子 看到没有 我就说这个孟坚坚一笔成七九 幸福我感觉都不对这根源 你们谁啊 还给我装疯卖傻 管你给我 别逼我东西 你就是时光 孟坚坚的初恋情人 石先生 我向你该给我个解释了吧 没什么解释的现在 我想通了 你想通你个大头鬼啊 努力这么久 这么就放弃了 我不同意啊 倩倩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的求婚 你倒是想 我还不同意呢 不知羞耻的女人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也添乱了吗 我自己处理 倩倩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到底爱不爱我 冯先生 对不起 我爱的是时光 不惜 这么多年时光都没有和你联系过 你们两个根本没有爱情 倩倩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语 沈青 你别闹了 我们改变不了的 闭嘴 我来说 冯先生 即便你这么多年的感情实在很抱歉 你是个好人 想必这么多年我应该过得很好 不过有些事情就是命中注定改变不了的 对不起 儿子 你要是敢娶这样的女人 我腿给你打折 你也不要扔我这个妈 主的幸福 倩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是在害这个时光的倩倩 我没那么高尚 想不了那么多 我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关键是你这么做也没用 改变不了的 你说 我死了以后 会穿越回2016年吗 什么 你 你死了 那就真的死了 倩倩 你之前不是说过 死了就可以穿越回去吗 那是未来的自己在过去死了 才有机会穿越过去 如果说过去的自己死了 那就真的死了 那现在只有一种办法了 就是 让过去的时光 主动穿越回来 带我回去 不能吧 过去的时光脑子不太灵活 想不到穿越未来的办法吧 看来他会是从这里撤越走 只要在时间内 我也可以穿越回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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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正被你说中了 时光你也来了 哎我去 真的穿越了 现在是哪一年啊 205年 那先跳 你和我 你和这小子 赶紧回2016年 剩下的时间交给你 哎不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别废话 回去再给你说 哎我还没玩够呢 哎现在你屁股出几了 喊这么大结局了没有啊 你说我给你走 十年前的我这么玩啊 哦 所以你们这次回来 是想改变历史 让未来的我们在一起 废话 之前做那么多农历 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 可是 怎么做呢 我想想啊 要不然 生米煮成熟发 生米煮成熟发 也不是不行啊 喂啊 你干嘛 你干嘛 你不是说生米煮成熟发吗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下太早了 我意思是 咱俩先把证给领了 行 现在目前你爸是同意 我俩在一起 但是我妈那关你怎么办 小问题 你去找刘娜 逼她退婚 好 早就想教训那个刘娜了 明天就把她给绑起来 她之前在那个时空里面 做了那么多坏事 就该让她尝尝苦涛 晚上你打电话让她过来 用你的美兰剂 供应她 好 嗯 石哥哥 大晚上都约人家来这里 干嘛呀 娜娜 我想跟你聊聊人生 谈谈我们婚礼的事 讨厌 大白天呢 聊什么人生啊 晚上聊不是刚好 你要是喜欢晚上聊 我们从白天聊到晚上 草莉 我怕你白天聊到晚上 体力跟不上 你先去洗个澡 好吧 那你可要等我哦 马上回来 好 好 你多谢我啊 刘娜打电话 让她过来 好 喂 妈 刘娜那个菜人跟别的男的上床了 我不信 你别乱说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现在过来 我给你发地纸 好 我这就过来 要是假的 我把你劈拔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刚才交代你的事记住了吗 放心吧 姐 我让你的幸福 是个弟弟算什么 别来 让他骂我 就行 好的姐 我赶紧走吧 剩下的交给我了 有了 这都是一家人 哎 诗哥哥 你怎么睡着了也不挡灯我 那 让我来把你叫醒吧 妈 我这不是在里面呢 你看吧 你怎么会有钥匙啊 我找钱带拿呢 孟倩倩你在这干嘛 没事 我错过这了 刘娜 诗哥哥 你怎么在这 那这个 亲爱的 我们不继续了吗 刘娜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放心 我们死家会尽快筹集资金 就算破产 也会把钱还给你 你说死光的婚事 我看就算了 不是姆姆你听我去 姆姆 妈 我 我明天准备跟亲姐领针 姆姆 我和时光是真心相爱 希望你能够成全我们 算了 随你们了 儿子大了 也留不住了 但我没死家 现在是这种情况 你给不了你什么 姆姆 你别担心 我有办法让咱家重振旗鼓 我正思军二零二五年 记下了局处彩票号码 够你吗 知道 老板 给我进来 怎么看 姐姐 八年前没什么病 是啊 记者都没病 小软 听说你现在都是个院长吗 那可不 现在你不在医院 就没人和我竞争了吗 你这就是只有两个亿 还在这 我那两个亿啊 一大半都捐给这医院了 主要是我喜欢这边的工作 是健康的 神经病 还在这儿 你别提症 一起我就头疼 前两天 我刚从健康病房里偷跑出来 他砍上了我们两个保安 到现在 人都没找到呢 行行 这里太别强了 待会儿就走了 那你们两个先在这里等一下 等我下班 我请你们两个吃饭 可以啊 先走了 好 姐姐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白儿流星对吧 当然记得了 之前在另外一个时空 我就是通过天文异象 拒绝和冯晓结婚 最后穿越回去找你的 现在还差几分钟 我们出去 好好欣赏一下这些美景吧 咧咧咧 两位朋友 好久不见了呀 你别乱来啊 大哥 求你了放过我们吧 你们两个刚才说玩什么 穿越 这个游戏好玩 教我玩 这样吧 我给你买汤汁好不好 闭嘴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呀 我要玩穿越游戏 快教 好 我教你玩穿越 姐姐 你跟他想弄弄什么 等会儿他开了门 我直接跑出去 我好追 来来来我教你 你这样 你多种都没把手 然后开门 就可以穿越了 这么简单 对 你把门打开 你就穿越了 哦 是不是 我把眼睛闭上 然后把门打开 你们两个就悄悄的溜出去呀 不会呢 不会呢 我还给你比我玩过 我们不如溜走 闭嘴 你两个不要把我当三岁小孩 在那里背我 你两个退后 我自己来试试 退后 嗯 啊 呀 我还给你玩个游戏而已 你们这是搞什么 妈妈 玩个游戏而已 动手动脚的 闭上眼镜 集中精力 然后打开门 然后打开门就可以穿越了 哎 穿越了吗 怎么还是原来这个地方呀 你们两个骗子 再也不跟你们两个玩了 两个剑女人 杀死了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嘿嘿嘿 好玩 好玩 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这检访的病人该打针了 打针可以 打针钱 我们先玩个游戏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救命 好玩 打针 啊 你 救命啊 没事吧 船长 我等你去急救时 又穿早了 你又不认识我了 我们认识吗 来先不出来先救你 贱女人敢杀我 快去见了 请住啊 快去救命 小软 小软 你有没有找到 那个救我的男人啊 没有 这间房外面啊 是监控死角 监控拍不到 其他的监控 我们也看了 并没有满身伤男出现啊 怎么可能 明明有个男子来救了我 芊芊 你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劳烈 出现幻觉了呀 不是幻觉 那 那你还记得 那人长什么样吗 当然记得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他 如果还能见到他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对了 芊芊 我 听说 你爸因为这个事 要让你去掉 医院的实习工作啊 对 他说这太危险了 然后换了工作 这附近没有其他工作 要么在晨西 要么在越城东 要不算了吧 等明年我搬了家再说吧 行 如果我们真的有人 就让这个硬币学姐 喂妈 我准备把这边房子都给卖了 这边要风水扁 请让这边还生命啊 我可以做了 我可以做了 这边的东西 就会说 我可以做了 这个东西